徐志明及邱雅裕設計師所帶領的是 經濟部合格登記的設計團隊 擁有二十多年的豐富實戰經驗 並且以建築專業背景融合低調淡立的 空間美學精神 從裡到外講究工程 機能氛圍的調和 精準的滿足居住者對於空間的期待與需求 你不覺得很簡單 一 二 三 我真的覺得我愛特別 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永遠需要 是你 你 你 妳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家 一進來每個人都會這樣子 我相信可能不只是倩雲的工作人員 很多巫主朋友進來也會有這樣的反應 會 好 徐老闆 巫主也是幸福空間的忠實觀眾朋友 可是他之前看了很多的作品 好像都找不到他心目中想要的對不對 對 那他當時怎麼跟你說他要什麼樣的感覺 屋主本身從事服飾業 所以對時尚比較敏銳 他在幸福空間上看了很多個案 但是找不到他喜歡的風格 對 就是我們溝通之後有沒有 對 他覺得是我們 我們不會太主觀 然後會以業主為中心 這樣去做規劃 OK 這個房子不僅是我們所有人 竟然都覺得很驚訝之外 其實屋主也非常的滿意 但是秋色設計師 我知道整個工程的期間 是抓得非常的準 然後是超乎想像的那個工期 對啊 對啊 那時候就是很趕 然後因為這個屋主他必須要趕在暑假前 要先進來 小朋友開學 對對對 趕在小朋友開學 所以進來的時候房子 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聽說是很毛胚的毛胚 對 那時候大概只有廁所有 然後廚房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地方啦 連油漆也都沒有 哇 所以大概 你說趕開學大概是前後 大概可能兩個半到三個 因為暑假就這樣嗎 對 沒錯 沒錯 OK 好 那你材質那時候怎麼幫他選呢 那時候就是邊做邊選 因為這個地板一定要先做 對 地板乾的時間 我們就去挑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 對 對 然後設計圖也是 邊做邊畫 邊做邊畫這樣子 那今天這個空間當中 它真的很夢幻 然後很華麗 那像這樣的空間 我在天地壁幫他做完之後 我覺得家具選配也很重要 對啊 對啊 今天的家具感覺 都是特別為這個房子打造的 對 像客廳的沙發 茶几 特別提到沙發跟茶几 因為它我必須要去符合這個空間 對 所以它的沙發很大 紙座很大耶 非常大 就是那時候是上不來的 所以我們是用直接吊上來 吊車吊上來 對 吊車吊上來 對 對 對 然後也特別的幫他做一個 顏色的去做調配 然後也不是那個時尚感 所以有拉扣啦 對 然後有做比較現代一點 好 那茶几也跟你空間 其他當中的這個所謂的設計 跟材質是有呼應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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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有用到那個馬賽克啦 馬賽克玻璃 對 然後用鏡面去做 對 然後它的檯面 有特別去再去做 挑色的動作 所以難怪這個空間當中 你會發現啊 就是車設計是用的一些材質 會跟家具是有呼應的 對啊 不過另外一個我想問喔 是今天餐桌椅的行事 徐老闆 一般家裡比較少用這種款式對不對 對 這是特別客製的嗎 對 我們整個是用行鋼去做 對 所以這個外面找不到 它屋主喜歡比較美式 晚上有Rock的感覺 所以這個區塊有酒吧的感覺 對 當初啊這個 餐桌椅會這樣設計的原因是因為 屋主它本身就是喜歡小桌 然後朋友也很多 很多 對 所以才不受限制 那朋友來怎麼樣做都OK啊 OK 對… 所以人數多寡 都很適合這樣的餐桌椅 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帶觀眾朋友看的這個空間 是我個人訪問過 快一千個房子當中 史上鏡面用最多的 對 然後空間感覺是最夢幻華麗的 我想我們就一起來進入你們所設計這個夢幻的空間裡 好 今天這個風格獨特又強烈的這個家 其實玄關也肩負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就是其實一進門玄關就可以代表家的這個感覺 對… 我覺得你們玄關做得真的很時尚耶 對啊 我希望它一進來有那種整個延伸的感覺 對… 對… 所以我用了大理石水刀切法 然後去做什麼斑馬的那種形態 斑馬紋 對… 這樣子動物的斑馬紋 其實是真的是比較流行跟時尚的一個感覺 對… 好 那麼一般我在玄關看到鏡面的設計 一面 再了不起兩面 是啊 可是今天這個玄關很像… 很像萬花筒 因為它其實四面都有鏡面 而且鏡面的做法都還滿有設計感的 對… 因為我必須要把這個… 你看我們這邊有八片有沒有 對… 其中有兩片 我還要把門片隱藏掉 對… 對… 那我們就想說用鏡子呢 還是要用… 我要用繃布啦什麼的 後來我們決定還是用明鏡 然後跟那個黑鏡去做調色 對… 可是這樣的好處是 當它是鏡面造型的時候我可以打燈光 當它要是變門片的時候 剛好其實按把手就是在… 對… 剛剛好當把手用這樣 當把手用 對… 好…所以剛剛也講了這八個門片當中 其中有兩個門片是要通往 實際有收納功能的空間 對… 我們先聊鞋櫃好不好 你的鞋櫃做的… 材料用的也很… 很不像平常人用的 對… 因為我希望… 它有一種時尚感 對… 然後又跟其他的不一樣 那它使用上起來又… 好整理 對… 所以我利用了… 成板上面 整個就是用玻璃去做 那它還有其他地方就是做繃布這樣子 去做結合 OK…一般可能就是木座 然後成板抽拉了 對… 可是這邊是材質用的 就是還滿講究的 對… OK…那另外一個門片推開好酷喔 這是誰的房間 這個是小孩子的房間 他們最小兒子的房間 這麼小就開始打這個鼓喔 因為爸爸以前也是鼓手 所以他現在就開始培養他兒子 兒子 兒子要有這個興趣就對了 對… OK…好…我想今天這樣的玄關喔 除了一進來 讓你覺得很炫 然後很驚豔之外 事實上我覺得邱設計師 也把很多實用的功能 還有一些門片 整合在你的設計裡了 是 今天這樣子的空間喔 其實呢 我們會看到邱設計師 在很多的材質上面 會做豐富的變化性 像電視主牆 我們好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他很多材質的變化是 可能以往我們不會用這樣的材質 去做混搭 對… 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他的店面的logo直接搬回來 搬回來 就是我們看的那個鐵鍵 那個L那一個 對… 那後面我們是用食材嘛 對… 所以針對這一塊食材啊 其實它叫夜光石 那我們也選很久 那晚上只有旁邊打燈的話 對… 它會有一些亮點 對… 特別在這 然後我在這個電視主牆的四周 我做一個摩框 對… 然後用鏡面去做條 對… 然後再來還有旁邊 也有幫他做兩個燈箱 讓他晚上啊 就是點的這兩個燈箱 都有那個很不錯的那個氛圍 我雖然還沒有去過屋主的這個 所謂的服飾店 但他應該是走那種比較潮流 比較時尚的對不對 對…非常時尚 看這樣子的裝潢設計 應該就可以想像了 對… OK…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 今天的沙發背牆 可能看起來它是一個公正的 就是方格的切割 可是事實上看起來簡單 做起來不容易耶 非常困難 怎麼說 就是一開始 因為我必須要它整個比例起來是正確的 正確 所以當師傅在施工的時候 其實這一塊真的不好做 對… 所以我們是先做切割完的時候 先出3D 對… 然後屋主看了覺得OK 然後才現場開始彈線去做 OK… 對… 因為這比例如果抓不好 也許沙發就沒有辦法置中了 對… OK… 好…那延伸過來我一進門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棒喔 他們家真的很多地方 可以讓我整理服裝衣了 是啊… 這個鏡面通往什麼空間 它是一個門嗎對不對 對… 它也是一個門啊 然後這個門後面啊 它其實就是我們主臥室 再來我是希望說 我們從玄關進來之後 看到它的時候 會覺得它好像走入那種 像是時空的感覺 無限延伸 對… 其實我進來這個空間 我感覺我在看 有看萬花筒的感覺 對…真的…真的會有 萬花筒的視覺效果 在天花板上當然也不能少 四周以灰色的馬賽克 營造出奢華 但卻不冰冷的質感 整體的空間 也因為以灰色調為主 雖然材質豐富多變化 但視覺上仍是相當有秩序的 另外接下來我要講 這個房子用的材質 真的算是很豪奢 像今天地平的這塊材質 我以往可能看到人家 是用在壁面 對啊 但是他們家今天 大面積都是用這一塊千層玉 對… 我們為什麼當初 會用這一塊千層玉 當然也跟吳祖討論很久了 對…因為這一塊啊 真的整個感覺 會讓我的房子整個變大 它家已經很大了 對…然後我希望 它有那個延伸性 OK… 所以看起來會更大對不對 對… 我在想啊 家具都沒進來的時候 光看這個地面 應該也能享受吧 非常享受 因為它的線條本身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律動美感 對…而且我們 因為找這一塊玉 找了好多家 這最後終於找到物主喜歡了 對… 所以我想要來問一下 就是邱設計師 我發現今天的空間當中 你好像把顏色都拉在 大概一個比較灰色調的範圍內 對… 因為我不希望它整個呈現出來 就是很亂 OK… 或者是很冷 我希望它有整個延伸性 所以材質雖然很多種 可是色調的部分 我們掌握得很好 是啊…還不錯 今天空間裡面啊 玻璃馬賽克其實它用的量 跟以往的空間比較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可以做出 樹大就是美的感覺 對… 可是我發現啊 你畫了另外一個顏色的玻璃馬賽克 用的地方也還滿巧妙的 剛好是這邊 對…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 很大隻的一個柱子 對…那我想要把它修飾掉 對… 我就是挑了一塊那個 五公分五公分的馬賽克去做修飾 然後邊邊還用白鐵去把它包掉 OK…剛好可以便客餐廳中間 做了一個分界線了 對…然後再來啊就是 希望那邊有延伸過來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就是… 就剛說的就是用了馬賽克 然後讓它整個感覺 又比較放大 又放大 對… 然後地平橫向又放大 對…整個感覺又延伸了 好…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聊到 其實屋主這對夫妻很好客 對… 所以這個區塊我覺得它營造的感覺 是比較…比較輕鬆的對不對 對…然後比較偏美式一點點 美式一點點… 對…對… 所以我看到你用的這個材質 我覺得還滿溫暖的 對啊…因為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用這… 其實那時候本來想要用米色 米色的… 對…可是後來發現拿了幾塊來搭之後 我發現不太適合 對…所以我們後來整個還是用灰色系 對…然後延伸過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區塊的感覺會是比較溫暖跟輕鬆的 對… 對… 屋主當初有就是很強烈的需求說 它有一個比較像正式調酒的吧檯區對不對 希望… 對…其實我們一開始平面圖配置的時候 是有上去的 對…可是因為一直找不到適合的餐桌 對… 你差點要放棄嗎 對…本來要放棄 本來是放棄的 因為怕這裡太小 對… 然後後來才做 我滿喜歡就是檯面這個材質 因為你空間當中色系 就盡量把它控制在比較灰階嘛 對對… 你還可以從灰色系當中敲到這樣子的材質 對…所以當初這一塊石頭找了很久 然後它的名字叫金鑽灰 人造石嗎齁 對…是人造石 OK… 然後配合我們的右面馬賽克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搭起來雖然都是走灰色系 可是它感覺材質是滿多變性的 對…接下來像那個我們爸台的壁面 對…因為我想…我也是希望這個空間讓它有放大的感覺 對…所以我去用做灰色金去跳色這樣 它的那個層板很時尚有科技感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它的載重的能力應該很好 對啊…沒錯啊…那時候我們也是想說 讓它像夜店的感覺…精緻感 對…所以我用了很多鐵件在那上面 對…然後包含了像紅酒架 對…也全部都是特製的 OK…那其實大家這樣子看這個所謂的吧台區塊 是看不到它紅酒架的 可是我覺得它紅酒架的機能做得滿好的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想說就是… 因為已經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了 對…你怎麼放酒 對…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鐵件下去做 對…然後就是先把紅酒量好 然後直接客製出來這樣子 但我覺得也滿方便的啊 很方便啊…對…它擺的量也不少了 非常多…它至少擺了一、兩百瓶不出問題 OK…搞不好比一個紅酒櫃可以擺得還多咧 沒錯… 時尚的夜店元素在杯架上面 也以鐵件造型來做呈現 掛不掛杯子都是個美麗的視覺焦點 同時也符合了屋主希望晚上回到家 有ROCK的感覺空間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其實地面像千層玉這樣子的線條 是…它你也把它延伸到 餐廚區的門片上整個爬到壁面了 對…那這怎麼做 像這個廚房的自動門啊 對…當初也是想說就是讓它有力量 對…所以我們去用鐵件去做 對…然後您會發現啊 就是它的玻璃上面其實是立體的 對…所以我去用玻璃噴砂 然後加銀粉下去做 對…然後讓它變成灰色系的 所以這樣感覺就是地面千層玉的線條 有延伸到這個壁面的線條 電動門上來了 對…而且還不規則的 OK…好… 當然最後在這樣的一個餐廚區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一開始我就想問 是… 它的魚缸的造型也很特別耶 一般的魚缸 不是四方形的 了不起就是比較圓的一個缸 對… 可是你的這個缸的造型 真的好適合那個角落 對啊…非常適合 就是…這個魚缸啊其實是有故事的 那些魚…裡面所有的魚都是屋族的發採魚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設定在那個位置 然後也去特製一個三角形的缸 三角形的缸不好做對不對 不好做…非常不好做 那時候大概等了半個多月 嗯…光做這個缸 沒錯…光做那個缸 但是我要推薦喔 其實如果魚缸要選擇放在角落的話 三角形倒是一個不賴的選擇喔 對對對…沒錯 延續宮領域的時尚華麗元素 鏡面的材質也大量的運用在主握空間 床頭的背牆利用明鏡與崩皮交錯排列 將精緻度更加提升 而從事服飾業的女屋主 當然不會放過她最重要的更衣空間 客製化的飾品展示櫃 以精品珠寶的等級呈現 並且利用絨布來保護她真愛的飾品喔 說真的今天這個房子一走進來 就彷彿走入萬花筒的世界當中 它有一種華麗迷幻 而且獨一無二的氛圍 不過我要說這是我看過 近一千個大大小小空間之後 屬於歷史上最多鏡面 還有反射性材質的空間 因此為了拍攝出最好最完美的角度 每個工作人員都恨不得自己 可以有隱形斗篷 可以任意取角度的拍攝 而又不會被鏡面給照到 嬰兒穿綁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不小心在鏡面當中看到了 穿綁的攝影師還有工作人員 請多多包涵 因為我們真的很努力的 在找長生之處 為的就是想要把這個獨一無二的 華麗夢幻空間 完整的介紹給大家喔